我这次花展一共展出了26幅作品 主要是花鸟和山水 我的表现手法主要是严肃了我们中国画海派的艺术的风格 在表现手法上非常强调中国画的优秀的并面传统 这些作品当中有花卉 有动物 有鸟类 山水有黄山 张家界 还有包括希腊的爱琴海 所以形式和内容还是比较多样的 总体来说 我的表现手法当中 是比较强调以线为主的表现形式 线在中国画里面 我觉得它是很重要的 线它可以表现一切 线的耐度也是比较高的 因为中国画里的线它具于苏法铭 应该来说它在中国画里是最难掌握的一种表现技巧 比如说有永媒就沉睡的表现黑和红的对比 还有那个牦牛 原来我说表现牦牛的时候 有的时候还画天空还画雪地 把这些东西我都繁残的东西都去掉 使它更简洁了 九十年代开始我的作品 基本上主要是用左手唱出 我当时觉得左手比较生疏一点 在艺术上面呢 生和作有的是更高的警戒 这个我觉得手有哪个手不重要 重要的是看作品 画画 初学三年天下巨的 这个三年初学再来说 每个人都行的 都可以成功的 再学三年 蹭步难行 就是说你会了以后 要跟上一层楼 这就蹭步难行了 问题就在这里 就是说有些东西是不能教的 为什么呢 你像老师 你就剩不了大画家 每样东西都可以画 每个题材都可以画 但是 关键是你怎么画 要通过你的意识 你的思想 画出来 你想要画的画 而不是跟别人完全一样的 跟老师完全一样的 这才是重要的 这才是不知荣泗 房子